來看一下那個問題5部分 那所謂的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關鍵的部分就是說 這邊有個問題05的一個那個 我們範例檔案 請各位把它下載下來 OK 從這邊可以按右鍵下載 或者說你直接點他兩下 他也可以把它直接下載 那這個檔案把它打開來 那所謂的資料查詢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呢 當如果說你今天呢 需要在isail裡面做查詢的話 那可以用什麼方式 基本上 如果isail 當然 一般我們在做資料查詢的話 通常會用像什麼一些函數 函數裡面 比如說像什麼 檢視與參照 這些 像v2函數 或者像什麼index indirect 然後 offset 反正一堆的相關的那種 查詢函數 但是一堆的查詢函數 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只能夠 針對你要的那個範圍資料 做查詢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做一些 比較彈性 比較靈活的查詢的話 那可能再利用 類似像剛剛講的這些函數呢 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通常我們 假設啦 我們的需求 類似像這樣 假設我今天呢 我這邊有個程式碼 這個我們完成的畫面 假設我今天要做一些什麼 做個查詢 就是說 類似像畫面上看到的 比如說我今天呢 在這個地方 我的資料 放在問題05 這個工作表 那如果我今天要針對 比如說每個欄位裡面做一些條件的篩選 比如說我今天要想要找業務 哪個業務人員的姓名 那你希望怎麼樣呢 把這個人 假設 今天要 找菜頭 因為這邊業務人員 非常多 那我希望把這個人的資料 獨立出來 然後呢 獨立出來之後呢 放哪裡 一般習慣當然就是 把菜頭的資料 獨立出來 幫他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裡面 我想這個應該是 我們可能一般性的需求啦 那 可是問題如果你用函數來做的話 基本上是辦不到的 函數可能沒辦法 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你可能要手動很多事情 但如果說我今天 我只希望怎麼樣 最好這邊有個按鈕 按鈕的話就是什麼 也許就是 就是查詢業務好了 或者將來有個查詢 產業別 產品 數量 單價 或者是什麼 日期 等等的這些啦 像常常會 也就是只要你 Sale裡面有資料 你可能就會需要做一個 資料的查詢功能 那這個查詢功能 在Sale裡面 不外乎就是用什麼 像我們假設 要這個的話 那你可以 在插入函數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類別 篩選 這個功能 資料裡面有一個篩選 這個資料篩選的主要目的 就是說 它會幫你針對 你要的某個欄位裡面的某些資料 做一個 其實篩選就等於是查詢 那當然這個方法適用在Sale裡面 如果說你將來 假設說你不要在Sale裡面做篩選的話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把這個資料 放到資料庫裡面 也就把這些資料 丟到一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的話 當然 不管它是 或者是SS 買SECLE或MSSECLE 其實都可以 那你可以用那個SECLE語法裡面 我們前面好像用過 SECLE裡面的什麼 有一個叫slate的一個語法 有沒有 SECLE裡面的slate slate的話呢 他就可以幫我做一個 其實這個slate跟這個篩選 基本上兩者 其實還蠻像的 其實主要就是篩選 那比如說我今天的需求是 最好這邊增加按鈕 叫做什麼呢 叫做篩選 業務好了 那我最好是可以 類似像我們雲章 就是 他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 然後你輸入這個人 比如菜頭的名字 按個確定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把菜頭的 資料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然後呢 再切回到原來的主表 所以這裡的話呢 可能我們會需要了解幾個功能 第一個 那我要怎麼去使用篩選 幫我查出我要的東西 第二個的話呢 如何自動新增 工作表 所以這裡特別注意 你可能再來就是會需要 學習就是那個工作表物件 就是序值物件裡面 如何新增工作表 OK 那新增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 他會問你說你要新增到 左邊還是右邊 針對比如說第一個工作表 的左邊還是右邊 他會有一些參數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希望新增這個工作表之後呢 他的名稱 可以乾脆 叫做我輸入的這個 比如說我輸入的菜頭 自動就把那個 新增工作表的名稱 也叫做菜頭 所以這裡你可能會需要學到 如何針對工作表 去做 名稱的修改 就重新命名 所以這邊 主要會用到那個 工作表物件裡面的兩個功能 一個是新增 一個是 重新命名 大概這兩個 然後呢 幫我把 我要 查詢到的東西 扣到這裡 所以如果我人工作業大概這樣 1 先優標放在可能c1好了 篩選一下 OK 那你按一下篩選之後上面會有個箭頭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這裡面的資料是放文字的話 它會出現文字篩選 如果你這裡面是放數字的話 這邊會出現數字篩選 如果你這邊是一個日期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所有的日期篩選 當然你這邊可以如果是文字的話可以用所謂的關鍵字 那關鍵字的話通常是用文字篩選裡面的什麼 包含 包含的話就是不管說前面是什麼字 後面只要有中間有某個關鍵字出現 它就會自動幫你出現 那你可以用等於 等於的話就是兩個字一定要完全相 如果你輸入兩個字一定要完全相符合 如果你是數字的話 它這邊有一些數字篩選 等於 不等於 大於 或者是介於等等 類似像這些 跟日期篩選也蠻像的 你可以利用這些功能 去幫我們做出我們的效果 我們大概就是說 先篩選出我們要的 假設業務人員的 比如說我今天 是要菜頭好了 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 就只剩下菜頭的資料會留下來 那我要怎麼樣 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並且放過去 那優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就是把我們菜頭 找到的資料呢 把它複製好了 Ctrl C 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這個名稱呢 比如說叫做菜頭好了 也許這個這個部分的話呢 假設我今天 因為我要把 這個新的工作表放 就是查詢到的結果 放在這個新的工作表 把它貼上 Ctrl V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資料呢 當然就幫我貼上 不過欄寬不對 所以我可以再切回到常用裡面的 自動調整欄寬 把這個欄寬重新調整一下 再切回到問題5 OK 然後記得 因為現在還在篩選狀態 所以請你把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邊有按下去的狀態 把它取消掉 那最好你可以把游標怎麼樣 再讓它移到什麼 A1 按到C1好了 這樣就一個篩扣 那如果說我今天已經做完 可是問題 假設我今天用VBA的話 也許你不會寫程式怎麼辦 你可以用錄字聚齊的 把剛剛的動作 錄下來之後 再做修改 然後裡面的話有一個變數啦 什麼變數 就是業務人員 那業務人員我可不可以把它怎麼樣 把它乾脆 變成一個什麼 輸入input box 丟進來 然後做一個修改 自動 假設我今天輸入什麼 它自動幫我產生 一個 這個這個關鍵字 OK 所以那這 不知道要怎麼改 所以我這邊demo一下 大概的流程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雲端這邊 我們這個錄製 大概錄製哪一些 1 游標放在 B1 或者C1 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 反正你只要放在 第一列上面就可以 2篩選 複製 新增工作表 貼上 藍寬自動調整 再切回原來的工作表 原來工作表是第1個 所以我用第1個 Shit1 然後取消篩選 游標最好再放在 A1 你把這些動作錄下來 並且做 上面在做什麼 最重要是把它修改一個什麼 這個 就是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input box 所以整個動作 我實際上做一遍 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當然你把那個 錄製聚齊部分 把它打開來 這個功能 把這個開發留言 對不對 你做之前的話 你 可能就是demo一下 假設 最好是你 其實我講過 反正就是做熟了 你就會了 當然如果你 跟他不熟 主要就是說 因為你跟 你可能做的 次數太少了 其實 這些東西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做了就對了 OK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第1個 來看一下第1個就是錄製聚齊 名稱的話也許就是叫做篩選 也許叫篩選 也許叫篩選 業務好了 OK 這個名稱 篩選業務 按確定 這個時候 他會幫我產生一個模組 自動 自動產生 自動產生 一個sub 叫篩選業務 好 再來就是油標也許放在c1 然後 再來就是 什麼 也許我就在資料裡面的篩選 篩選的時候呢 也許我們就直接用那個 乾脆直接 選一個 不要重複好了 小米好了 OK 用打勾的好了 當然未來你們可以把它改成包含 這沒關係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只有小米對不對 然後游標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Ctrl C 然後新增一個工作表 重新命名 叫小米 游標再放在a1 把它貼上 再藍寬重新調整一下 就我剛剛做的 藍寬調整記得切為常用 自動調整藍寬 然後再切回到問題 5 就第一個工作表 最後呢 再把我們的篩選取消掉 最好是游標再回到什麼 A1 不過因為我剛剛卷軸的動作 他也會幫我錄進去 做完之後的話呢 開發人員裡面呢 記得把它停止錄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已經錄製完成了 所以在聚集裡面呢 會看到一個篩選業務 那我怎麼去修改裡面的東西 記得按編輯就可以了 旁邊有個編輯 把它點擊進去 這個時候呢 我們錄製的東西都在這裡了 那其實我的習慣是會把這個註解先刪掉 因為這個我等一下我要重新弄 還有看到什麼 Active School 有沒有 這些東東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這些 其實都是多餘的 這個 只要你滾輪 有沒有 滾動它就會 好 那再來也許我們就可以 在上面做註解 1 先單一號 開頭 1是優標放C1 2的話呢 就是我按下篩選 3的話呢 就是我去 3這個也是篩選在這裡 小蜜這個 這一行 4的話呢 3的話是 優標放在A1 做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這邊也許是什麼 做那個 複製 selection 這邊copy 然後再來就是 Add 那特別是 Add 這個部分 他會自動 出現 新增 不過呢名稱我們不可能永遠是小蜜 所以這一行 請你請你注意 他這邊會出現 新增到哪裡 那我們一般會把它改成什麼 Add後面加上 After After指的是他的 右邊 那哪一個呢 我們通常會把它改成那個 最後那一個 那最後那個怎麼怎麼表示 我們通常會 多學一個 就是 這邊打一個sheets sheets指的是那個sheets物件 那最後一個我怎麼知道 最後一個是哪一個 那我這邊可以怎麼樣 打一個叫做sheets 加S 點 count 這邊會有一個屬性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 這個工作部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那我可以用sheets這個裡面有總共幾個 因為目前 假設一個的話 假設第1次一個 他就會放在那個 就是 總共有 就是第1個 第1個的 After 的後面 OK 然後就放在 這個後面之後的話 並且 會新增一個名稱 不過這個名稱的話 特別注意 不可能永遠是工作表2 所以這個部分 請你把這一行刪掉 他的名稱的話 這個Name的部分 也是一樣 我們不要用那個 他給我們這個名稱 請你也用什麼 因為新增之後 他永遠會在最後面 最後面那個的話 實際上就是sheets 點count 所以請你把這個 也把它改成sheets.count 名稱的話呢 現在是小咪啦 不過我們將來可以把它改成一個變數 假設一個x來取代 油邊要放A1 把它貼上 自動調整欄寬 切回到第1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就取消篩選 這個部分我想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面的這一個 這個動作 1 到 展客 我有第8個動作 請各位先參考這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其他的修改的重點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們主要是做出什麼 可以讓他 按一下按鈕之後 跳出那個input box 可以讓使用者直接 就是做那個 輸入關鍵字 做關鍵字的 查詢 詢 文字幕志全